今天早上的七点 长江武汉关水位达到了27.30米 到达警戒水位 成为湖北境内长江干流第三个到达警戒水位的站点 目前水位有没有变化 当地又采取了哪些防洪措施 现在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记者金珠 金珠您好 请把现场的情况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 张涛 首先给大家报告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在今天下午两点钟的时候 长江武汉关的水位是到达了27.35米 比早上七点钟的27.30米又稍稍提高了一点 可能很多人对警戒水位不是特别有概念 但是简单来说就是长江的水位的指标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水位指标 由低到高分别是设防水位 警戒水位最高的是保证水位 那么到达警戒水位其实从字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警戒 也就意味着防汛人员要提高警惕 高度戒备起来 不管是从防汛的人员物资还是各方面的准备情况 我们都要全力来应对以免长江发生可能 以免来应对长江可能发生的一个殉情 那其实警戒水位到底有多高呢 我们现在就来直观的看一下 我目前呢就是在长江武汉段的江边 在我的身后大概七八级台阶之下 就是长江水了 从我这个角度看到江的对岸可以看到现在的长江水是非常宽阔的 这个地方呢是市民休闲娱乐的一个江滩公园 那么它一共是有三级的清水平台 目前呢长江水已经是淹没了 它的二级二十五米的清水平台 我们可以看一下离我们最近的这一排树木啊 这个是二级清水平台的栽种的一些树木 我们可以看到它大概是江水淹没了树的一半的位置 再看树后面那一排排红色的这个部分 它其实就是修建的市民在这里休息小座的这么一个凉棚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红色的凉棚基本上已经没顶了 我们再把视线往后稍微拉一点 可以看到后面有一排这个黑色的这个路灯 而路灯旁边露出来一点点头的这个绿色的植物呢 其实就是一级清水平台栽种的树木 而一级清水平台也是离长江最近的一级平台 目前这些树木基本上都是处在一个磨顶的状态 那我们可能更为直观的再让大家看一下 长江的枯水期和汛期 它的这个水位的落差到底有多少 我们把镜头放到最远处的那两棵树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两棵树在长江枯水期的时候 长江的水是还没有到达那两棵树的 那在汛期我们可以看到已经远远的没过了这两棵树 可以想见啊 它的这个高差是非常高的 而我身后的这一大片水域的地方 其实都是在飞汛期的时候 是市民休闲娱乐了一个非常大的广场 那么现在也全部被淹没了 那介于目前的一个情况呢 当地的这个江滩公园的管理部门呢 是在这个岸边拉起了这样的一个警戒线 市民可以站在岸边关水 但是呢市民不能下水去游泳 以免呢会发生意外 你看我们这里也贴上了告示牌 那虽然说长江到了警戒水位 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指标 但是呢市民朋友们也不需要过于的恐慌 首先呢第一个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长江和城市之间的一个位置 长江离我们城市的主干道 到目前为止还有还是有一定的落差的这个高度 另外呢它的长度呢大概是还有200多米开外 另外呢在长江的干流 我们是设置了308公里的长江的堤防 那每一个这个堤防就好像是一堵厚厚的墙 是把我们的整个城市是牢牢的包裹起来 不受长江水害的侵害 那其实呢目前啊这个长江的防汛的堤防呢 防汛的闸口呢是截止到今天早上的8点钟 是已经封堵了有44座 这也是为长江汛西 我们全面的应对长江汛西所提前做的一些应对和准备工作 那另外呢根据目前的一个天气情况和水位的情况呢 长江的客运的轮渡 从今天早上开始是全面的处在一个停航的状态了 那现在湖北的降雨还是在持续 我们呢也会继续驻守在这里 继续关注雨情水情 好的张涛我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谢谢金珠从现场发回的报道